為了部落的傳統領域 將近七十名的都蘭青年十二日 特地從都會區工作地回鄉 為斯拉爾跳 跳出青年胡拉庫 互衛舞強烈表達守護都蘭比傳統 領域的決心 高喊著口號 反對不斷開發 在這次的活動當中 都蘭青年特別提出聲明訴求 並要求總統參選人 東莞 處以上層級的政府官員以及平地原住民 立法委員參選人 共同簽署同意書 都蘭比傳統領域是都蘭部落市的生活 傳承傳統文化的領域 為斯拉爾跳行動都蘭部落的騎勞 至少六十名道場支持部落青年的行動 也表達訴求並指證歷歷 都蘭比是都蘭的第一個部落所在地 都蘭部落為斯拉爾跳行動 華蓮的太巴郎港口 對於是部落的傳統領域 進步等等以及台東拉拉蘭 金倫 次同部落的青年 特地帶著部落的斯拉 前來聲援並結盟 各部落代表將土 倒在都蘭比守護傳統領域碑下 並且埋入 各部落正式聯盟 共同為原住民的土地主權 來相互支援 奮鬥 以及爭取 都蘭部落為斯拉爾跳行動 除了都蘭部落將近一百三十名的族人之外 現場也有超過上百名來自各地的民眾 以及環團人士前來聲援 支持部落的行動 記者法務台東東和採訪報導